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支四 这题要我们算力矩 它要我们算一下 要把这个球呢 让它滚上阶梯 需要多少的力 那滚上阶梯代表的是 会以阶梯的这一个角 这个圈起来 用紫色的圈起来的这个角 来当支点 来当参考点 旋转轴 那么 我们就是要找出相对于这个欧点 它的利币和利 利乘上利币 它得到利矩 那这样子才可以找出 题目要我们算的利矩 那首先 重量会让它想要往 逆时针倒 那我们要给它的利矩 就是要让它往顺时针过去 那最少最少 你要抵消掉它的重量的利矩 那这里要补充一点 是上课的时候可能落掉了 那就是 对一个物体而言 各点的重力 可视为整体之重 不是重力 不是重型 各点所受的重力 可视为 应该这样说 各点所受的重力 加总 可视为 可视为一点之受力 而这一点 就是重心 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 比如说 一样我们就叫出这个 悄悄板 这个悄悄板呢 两边有不同质量 不同重量的东西 然后重心在正这边 假设在这边 那我们之前说这个物体重W1 这个重W2 那这个重心需要撑住全部的重量 撑住 所以这也要W1加W2 那其实就是好像是 你在重心这个地方呢 去撑住一个物体 一个物体它是有重量是向下的 向下的W1加W2 那你要撑住它 那你就往上撑W1加W2 所以重心这个位置呢 就好像是有W1和W2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可以把 把重量 视为是作用在重心这点 但那只是我们视为而已 实际上是每个 每个部位都是有受重力 然后这些部位的重力加起来 可以看成 看成是在重心位置受的力 但事实上并不是说 重心真的受那么多力 好总之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看 好我们画了一个箭头 从这个圆球的重心 也就是圆心画出来 画出来 然后写下W 这就是圆球受的重力 那重力的力举 就会是这个W去乘上利弊 那利弊今天就是这条 就是淡蓝色的这条 那淡蓝色的这条是多少 我们刚刚这个好像没有画很值 再重画一次 再重画一次 这个W1 这个是我们的重力 然后它的利弊呢 这一段蓝色的 要自己去看一下它的几何关系 这一段蓝色的呢 它会是五分之 五分之四 这段蓝色的会是五分之四 自己去看看怎么看出来它是五分之四 所以我们的重力的力举呢 我们就写重力 它就会是R垂直乘上F 那结果就会是五分之四R 去乘上W 这样子 那第一小题 我们终于要进入第一小题 第一小题指限于 湿水平方向的力 那湿水平方向的力 那最小的力 要 线水平方向的湿力 那最小的力可以是多小 我们的目的是要抵消 重力的力举 所以我们所施的力 水平方向的这个力 乘上力B 以后 必须要等于R垂直 必须要等于我们刚所算的 五分之四R W 那我们要省力的话呢 就会是力量越小越好 而利币越大越好 所以我们可以找得到水平方向的湿力 但是哪一个点对欧点来说 利币是最大的呢 我们给各位三个选择 我们给各位三个选择 我们画虚线是为了要 等一下要画出利币 利币要跟利的方向垂直 我们有ABC三种情况 哪一个会是最省力的呢 哪一个利币相对于欧来说是最大的 答案就是A 答案就是A A这边 它的利币从欧这边画过去是最长的 这个利币是最长 而且这个利币有多长 有2R减掉五分之二 结果是五分之八R 结果是五分之八R 所以我们的最大的利币呢 就会是五分之八R 然后去乘上F 所以平 其实应该写平啊 写水的很奇怪 所以结果是五分之八R 会等于五分之四RW 那这么一来呢 我们出的利就是二分之W 这是第一小题 那第二小题则不限制是水平力 第二小题不限水平方向施力 但是我们一样还是要抵消重力的利矩 才有办法让它往顺时针的转 所以这时候则是F 去乘上R垂直 一样要等于五分之四RW 可是这时候我们不用限制是水平了 那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大的利币是哪一段 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大利币就会是 就会是这一段 就是直径 其实就是直径 这一条红色的就是我们最大的利币 对不对 我们总是要施力在圆上 那能够找到的最大最大的利币 就会是直径了 然后这时候利要和利币垂直 所以这时候利应该是这样推的 所以第二小题 利币最大就是直径 然后乘上这个利 会等于五分之四RW 所以最小失利就是五分之二W 这就是利矩的复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